每周三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给您带来权威的民意访谈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科普大讲堂今日头条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春天来了,天气转暖,百花盛开 但是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过敏性皮肤病却总是不请自来 这好心情都被各种搔痒难耐给破坏了 那今天我们邀请武汉市中医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秦宗碧 来讲解几种春天常见皮肤病的中医疗法 秦医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春季,一些像特殊体质的人群 比如对花粉、紫外线过度敏感 容易患上过敏性的皮炎 我们想知道,就是过敏性皮炎 它都有哪些的临床症状 主要的话是以多发生的一些暴露部位 比如说一些颜面、颈像或者是视肢 这样的话表现以红斑、秋疹这样皮身为主 可搬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烧痒 比如说再有部分人群的话 它因为是跟一些花粉 这样粉层过敏是会有关的 可能会办发一些过敏性皮炎 以及一些过敏性节目炎的症状 比如说像一些鼻痒、鼻塞、打喷涕、流鼻涕 以及一些眼干、节目充血、烧痒等等这些一些疾病 那咱们如果去看中医 中医是怎么在治疗和认识咱们这个过敏性皮炎的 过敏性皮炎的话 这是一种西医疾病的说法 然后我们中医把它常成为一些这类症状的话 比如称为一些湿疮或者血风疮 它的发病原因的话 主要有大概有三个方面 一般的话是一些六营外邪可以基表 比如说像一些风湿热这样一些相对比较多一些 一般来说如果是风鞋偏肾的话 它可能就是一些皮损犯发 阳感比较明显 然后如果一些湿鞋居多的话 皮损的话 多时候就发生一些下部为主 比如说腰椅腺下肢这个部位 然后残眠难愈 如果是热相偏肾的话 主要是表现一些皮损比较红 然后的话 我们常说到毒热比较明显一些 再有第二种的话 就是心脾肾三脏失调 再有就是患者的饮食 比如说像经常吃一些辛辣厚味 造成一些音乐亏损 或者一些湿热孕节 这样一个表现 然后结合上面的一些皮损症状 以及患者的一些舌脉 耳变等等 我们是进行一个辩证论治 最常见的治疗方法 有一些清热力尸解毒 以及一些清热凉血 健脾出湿 脂婴出湿 甚至一些脂婴润肤 这样一些制法 那除了中药疗法之外 咱们还听说 有穴位可以应付过敏性疾病 这是真的吗 是的 那如果说用穴位去治疗的话 都是哪些穴位在哪个位置 比如说按照我们的一个中医 这样一个治疗经验 像一些偏向于上肢 以及头面部部位的一些 过敏性疾病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 就俗称的一个口诀 叫面口合骨收 面口合骨收 对 一些头像寻裂缺 就是说 像这些过敏性疾病的话 可以选择一个的话 就是合骨 就是的话 最比较简单的取血的话 就是以 应用手大拇指的 这一个第一横圆这个区域 按照患者的 第一二长骨的 这个指谱这个部位 然后的话 这个大拇指 指尖按下去 这个部位就是 这是个标准的虎口穴 是的 这是这些的合骨穴位 合骨穴位 第二个穴位的话 就是像一些取尺 比如说手足的话 稍微弯一下 再会有一个走横纹 走横纹 这个会有一个凹陷 终点这个部位 摸到了 对 就是一个取尺 这两个穴位 它是一个 有一个调节气血 然后有一个清热 这样一个作用 就是自己都可以按 对 是的 就是除了我们针灸之外 然后自己的话 可以用手这样点按 都是可以的 这两个穴位 还有哪些穴位 再有就是偏向于下肢这个部位 就比如说腰以下 下肢这个部位 比较简便的话 就是有一个血海 就是的话 我们一般的话 就是以医生的这个手 然后放于患者的对侧 这样一个 就是大 差不多的话 就是手的话 是这样一个 四肢往上 然后的话 这个掌的话 是把这个膝盖给包住 然后的话 也是大拇指 摁下去这个部位 就是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病骨内侧上两寸这个区域 这是一个血海 这个家人比较方便取血了 这个的话 一个的话 是可以调气血 另外的话 它有另外一个别名 叫做百虫窝 就是可以止养的 就不管身上哪养 都可以按这个血位了 是的 我好像就这么找 也能找着吧 是的 这么找也是可以的 或者说 差不多就是病骨的话 往上两寸这个区域 另外就是一个竹山里 竹山里的话 大家就听说的比较多了 就是的话 这个筋骨平台 筋骨外科 这个下面三寸 就是以病人 这个柿子 我们就成为三寸 往下的话 这靠近最前面 这个筋骨 这个外侧 这个凹陷的区域 这个我知道 竹山里是比较常用的 一个血位了 另外就是耳穴 耳穴 这不就是 因为我们除了 对耳朵 对耳朵这个病房 有一个耳肩部位 有一个耳朵节节 然后的话 看到了 看到您的了 跟个耳中凹陷的区域 这个区域 这两个夹点 这个区域 就是徒手案吗 还是搞个黄豆 可以 我们医学上的话 就会用一些 网络流行纸 来点按 或者说如果患者的话 其实的话 也可以 如果家里面的话 就比较方便 就是用个绿豆 稍微贴在上面 轻轻地点按 没事就是去压一下 拿个纱布 给它沾上 也可以 这样就比较方便 就这一个学位就够了 是的 这是质养还是质量 过敏区的 可以有一些 像一些烧氧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来缓解烧氧 或者说有些 过敏性疾病的时候 可以点按 可以改善这个过敏症状 其实我还想 就是帮一些网友来提问 因为除了过敏性的 这种皮炎之外 还有一种 就是急慢性疾病 就是蜘蛛疹 咱们常说的 也叫做这个 就是疯疹 或是化痕症之类的 皮肤化痕症 对吧 像有的时候 它痒越抓越痒 这个时候 咱们怎么办 就是面对这种 就是蜘蛛疹 相当于是一个 顽疾的这种皮肤 过敏性皮肤病了 这一类疾病的话 因为婴疹的话 它确实就像您说的 就是有慢性 有急性 这样一个分别 一般上 临床上的话 我们常的一个 时间界限 就是超过六周以上的 我们就成为 是个慢性蜘蛛疹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治疗的话 就是跟急性的话 它会在变症上面 会有一些 根据它一些皮损 症状 还有患者的舌 它还卖像这样一个 会有一个 稍稍的一个治疗方面 对一个调整区别 因为如果从西医来 治疗的话 最主要就是像一些 抗过敏 一些抗感染 这样治疗 对症治疗 我们中医的话 也可以算作是 针对症状 这样一种对症治疗 就是把它进行 一个辩证分形 那治疗起来的话 还是分得挺细的 那具体来说的话 蜘蛛疹通常分为 哪几种症型 不同的症型 有什么样的特点 一般就是按病程的话 就是一个急慢性之分 然后的话 通常的话 病程六周以上的 我们就属于 称慢性蜘蛛疹 然后的话 中医的话 大致把它分成为 五个症型 就是风热 风寒 肠胃湿热 以及一些毒热吃肾 气血亏虚 比如说风热症 这样的话 皮损它是一个红的 红的特别明显 而且的话 摸起来的话 有点灼热感 然后骚氧是比较剧烈的 然后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预热会加重 然后预冷会缓解 然后可以扮有一些热像 比如说像一些 发热雾风 口渴 咽干 舌红 胎黄这种表现 而风寒症的话 风团一般是 就比刚才那个皮损 要稍微淡一些 成一个淡红 另外的话 它就是一个预冷加剧 然后预热是缓解的 然后扮有一些寒相 比如说像一些 雾风 胃寒 以及一些口不渴 舌淡红 然后胎是薄白的 再有就是肠胃湿热 然后这种的话 这类患者的出现了风团的话 就多跟一些饮食不解 是相关的 比如说像一些 腐痛 还把一些腹瀉 以及呕吐等 大便的话 可能一些稀烂不畅 或者便秘 这个时候的话 实在它就是一个 黄粒这样一个表现 另外就是一个 毒热吃肾的 这类患者的话 发病就比较急 比较突然 然后风团的话 成大片状的 然后皮损的话 也比较红 然后的话 可能会搬一些 这种热像 就比单纯的那种风热型 会更明显一些 我看有的 小孩身上长那种 一团一团 是的 然后边缘就是红红的 是的 这个时候这也是蜘蛛疹吗 还是吃了什么过敏 这是蜘蛛疹 然后的话 它发的原因的话 可能是吃了 跟吃了一些东西 或者说有一部分的话 跟一些那种花粉 这种过敏都有关系 另外就是一个 气血亏虚 比如刚才您说的 就是那些 反反复复 残绵难遇的 它风团的话 成一个蛋红 然后的话 或者说跟腹吃相同 可能反复发作 持续几个月 甚至几年都有可能 另外的话 因为它比较久 有一些阴夜豪伤 可能会有些 神皮乏力 心慌 或者一些失眠 这种表现 那听起来 简直像是皮肤病的顽疾 那除了你以上 您刚才讲的 那些穴位的按摩之外 它有什么药物 可以进行一个治疗吗 有的 蜘蛛疹的治疗的话 有两个方面 一个的话 就是消除它的症状 第二个的话 就是可以用一些 调节免疫的这种方式 消除症状的话 就刚才可以 根据刚才所说的一个辨证 采用一些中药 汤药内服治疗 然后如果烧痒 明显的话 可以考虑的话 配合一些白显皮 舌疮值 以及一些经界 这样一些中药 然后煎水 外洗 可以去风止痒 另外的话 就是可以有一些 针灸 以及耳穴压痘的方法 另外的话 就是如果是激活 自身的免疫力 就刚才说的 除了是这些 发病的时候 用一些中药治疗之外 可以在皮损恢复 稳定的时候 或者说后期的话 用一些中药 汤剂 健皮 衣气 浮症固表等等 再有就是刚才所说的 像这些一些保健的血位 比如说竹山林 雪海 就可以做一个保健的血位 点样 它有一些调理气血 以及浮脾味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蜘蛛疹的患者 有没有什么忌口 他不是说是季节性的 咱们春天来了 咱们稍留个心就行了 完了其他的季节 就是湖水海灾的 也不行吧 不行 有没有什么忌口 有的 就是说不单纯是忌口 还有一些 除了这些接触的东西 比如说最常见的 像一些接触一些 过敏的一些诱因 比如说花粉 我们比较常见 还有些乌尘 动物的皮屑 以及一些汽油油漆 杀虫喷入剂 农药等等 煤气等等 就比如说孩子 有些女性的话 经常穿一些皮毛的 这种皮毛的毛线 有可能就是一个 过敏的因素 就是皮毛羊毛皮草 是的 动物身上带的东西 也会一致过敏 会的 那要注意了 再有就是像一些 刚才您说的忌口 就像一些 比如说鱼虾蟹 贝类 牛肉 这样的话 还有些蘑菇 竹笋 酒类 因为相对其他食物来说 这些东西的话 一个是高蛋白类的 进入体内之后 会形成一个异种蛋白 可能的话 对一部分来说 它这个体内这种免疫 它不识别 就形成一个 排异 对 可以简单理解 像一个排异这种东西 所以过敏就是过激反应了 是的 就形成过敏 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再有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注意休息 避免一些精神刺激 一些过度脑累 可以适当的加强一些体育锻炼 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 这样的话 整个皮神的发作都会控制 或者说缓解 说完 这个春季 令人烦恼的这些 就是皮肤骚痒症状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长痘痘 也是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这个讨人厌的 这些磋疮 总是不请自来 睡一觉 第二天就崩 冒出来一个 这个的话 也是有一个多种的因素 就比如说就现在这个季节来说的话 初生这个季节 本身人体的话 就是顺应这个季节 它是属于一个 形成胎械 逐步加快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的话 体内的雄激素分泌会比较旺盛 当然毛孔受到阻塞的时候 就容易诱发一些磋疮 我们中医的话 就认为 这种磋疮的话 除了跟这个 本身这个体质之外 还跟一些 吃一些 肥肝厚味 这个东西 导致一些肺胃 韵热 熏增于面部 就变成这种磋疮 当然了过春节期间 大家的饮食生活都会好 都会比较好 容易吃一些油腻的 或者一些糖类糕点 所以相当的会比较多 当它进入体内之后 一方面的话 会导致体内这种 油脂分泌会增加 再一个的话 会改变皮肤的 这种脂质的成分 从而的话 会使皮脂溢出会加重 所以怪不得春天了 是咱们自己攒的 有这方面原因 那么咱们想要 治好搓疮的话 到底应当怎么做 又不想去打针吃药 咱们中医这方面 有什么特色疗法没有 有 就是治疗是一个方面 然后的话 再有就是 后面的后续的一些方面 比如说健康教育 还有些科学的护肤 以及定期的水访 治疗的话 我就不用太吸引 因为这个就相当于 它比较专业 然后健康教育的话 就是刚才所说的 像一些糖类 高脂肪的这些东西 然后特别是一些 脱子牛奶 不太建议 为什么说脱子牛奶 就是因为全脂牛奶的话 它含脂肪 有一部分维生素 比如说AD 以及β胡萝卜素 它是脂溶性的 当它脱子以后 这些维生素 它就没有了 它本身维生素A的话 是由于有助于改善 皮肤的角质代谢的 它把这些营养素都去掉了 对 是的 没有脂类的话 这些脂类维生素 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的话 喝牛奶的话 我们还建议的话 全脂的会好一些 另外就是一个规律的作息 避免一些熬夜 以及过度的日晒 这是一些健康教育的 再有就是科学的护肤 比如说 挫疮的话 经常会有人 面部的话会非常非常有 就是我们说的皮脂溢出 这样的话 可以适当的用一些 控油保湿的这种清洁剂来截面 但是的话 我们不建议它过度洗涤 就每天的话都用这类 一般的话 我们比较建议的话 就像隔三差五这样 用一段时间 然后挺一段时间 会改善一些 然后像一些面部比较T区 比较这种油的 就是用一些控油的 而像一些两颊 这种稍微干燥的 我们都建议的话 用一些舒明保湿的这样一些 另外就是定期水法 然后挫疮的话 它如果从它发病年龄来说的话 可以从十多岁 一直甚至到27、28岁 这样也就是比较漫长 十多年的这样一个进程 一般都建议的话 定期的水法 然后的话规律的一个科学指导 您刚才说到 就是长这些痘痘的 一个集中的年龄段 就是青春期 就是十几岁到 甚至到二十几岁 但实际上 就现在就是成年女性 很多会在生理周期前后 长痘痘 这是为什么 是的 这个的话 就是有一部分的话 女性病人 它的发病的话 是跟受理周期是有关系的 然后的话 因为在生理周期前后的话 女性的话 这种持续技术的分泌 会有一些波动 会有一些不同 所以的话 我们治疗的话 一般的话 会在生理周期的前面 差不多五到七天 会采用一些中药 进行一些疏干 理气 调精驱透这种方式 来缓解疏疮 如果自己不想去服用中药 在生活当中 怎么调理呢 首先就是饮食 就避免的话 像刚才所说的一些 油腻的 辛辣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女性的话 就是特别是在生理周期 前这一段时间 尽量注意一个保暖 保暖 不要受凉 是的 其实我们都说 人的皮肤就好像是自己内脏的一个晴雨表 一个健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体现 所以说不管是人的皮肤 毛发 还有气色等等 外在的表现 都是我们自己脏腑 经络功能的好坏的一个反应 或者说是一个提示的信号 那咱们的皮肤 如何通过中医药 这样一个条理 可以达到内调外痒 确实像您说的 就是一般的中医的话 我们认为 面部的五官 都是跟五脏相通的 比如说的话 我们经常所说的 鼻部跟肺相关 然后的话 口唇是跟皮相关 眼睛的话是手干 然后的话 舌是属心的 两肩部 以及耳部是属肾的 然后而且中医学的话 十二经脉 都是内属于脏腑 外落于肢节的 从而的话 将人的内外环境 结合一个统一的整体 所以在我们临床上 这种诊疗上面的话 不单是要了解 内部的丈夫 而且的话 还了解的话 这种经络 他跟皮肤 一个内在的联系 同时的话 还要辨认这个 原发皮审 跟一个激发皮审 它的关系 从而进行一个 辨证论治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像面部的 这种皮肤颜色的改变 比如说像一些 面色苍白 我们的话 多数常认为 跟一些心血亏损 或者说一些 肾是有关系的 肾阳不足 治疗上的话 就可以像一些 阳血温肾这样一个治疗 然后像一些皮肤尾黄的话 可能跟脾胃虚弱 血血不足这样有关系 治疗上的话 就可以调理脾胃 一气阳血 而像有一部分患者的话 面色可能是一些黄青 甚至一些黄黑 我们中医的话 常认为跟一些肝须 或者说一些肾须 这样有关 治疗上的话 就可以疏肝调肝 甚至一些补肾 温阳这样一个治疗 而另外一部分病人的话 面部像一些 肤射枯稿少滑 多数的话 一些中老年人 像来说为主 这类人的话 劳作比较频繁 然后的话 导致一些脏腑虚损 然后精气神 三者聚损 然后质量上的话 可以像一些补肝 温肾 或者是甜筋 这种方式 春季万物生发 咱们的皮肤 也面临各种问题 无法快速的适应 那为了缓解皮肤的各种不适 内条外氧不可少 大家今天要记住 秦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 认真的做好养生护肤 才能够美丽一整年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秦医生 给我们带来的健康解读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也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